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頸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資優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心事女 現在德國人不開心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德國人家總統說要去訪問到基伏去 結果你不要 你說德國的總理肖茲來可以嗎 結果問題是總統你婉拒 那肖茲你說歡迎 那問題是肖茲現在不想去啦 肖茲還說有一點令人不悅 好那你看喔 現在德國的明鏡周刊 他們有一個最新的報導了 就說 澤倫斯基其實那一天是說啊 烏克蘭沒收到德國總統訪問基伏的正式請求啊 這個是算改口嗎 現在是在否認說 我沒有說不要讓你這個德國的總統來喔 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現在是緊張了嗎 你怎麼解讀呢 德國的總統沒有真正的行政權 是比較是虛偽總統 因為他的總理 梅克爾到現在就消支才真正的是國家的元首啊 但是有一定的地位 這位總統他 史坦邁爾他做過兩次在梅克爾的內閣的時候的外交部長 那這個兩次的時間 那第一次是2005年 後來是201214年這樣子的時間 各位你要記得 俄羅斯從1998年到2014年 也就是烏克蘭發生這個政變革命 後來就是這個克里米亞被病之前 98到2014 世界七大工業國家組織 根本是八大工業國家組織 叫G8 也就是西方的七大工業國家組織 已經完全接納俄羅斯跟他平起平坐了 而且那個時候俄羅斯 在普丁的時候 2010308 還申請加入北約 被拒絕 那但是也就在那個時候 各位 那個時候的理性是什麼 是要接納他 而且他不會是安全上 安全上當然還是有 就是顧慮 因為他還是有最多的核子彈頭 可是呢 覺得可以去跟他好好地談 那我們也可以跟他加強這個經貿 也都是如此啊 對不對 多一條管線 對不起 本來就有好多條管線 也只不過再多一條 還有北溪一號 大家都忘記還有北溪一號的存在 記得啦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在那個時候的理性 正確的思維是 當然是跟普丁 但這個 這個總統 他其實是前兩天 道歉了 他說 他感覺到這是一個明顯的錯誤 他那時候支持北溪二號 那他覺得他誤會 普丁不會以為說他不會為了自己的帝國主義的狂樂 摧毀了國家經濟士氣跟政治 所以他道歉 他既然都道歉了 他想要到烏克人來 有一點贖罪心態 就不應該拒絕他 是啊 對不對 當然 我覺得澤倫斯基可以理解到 因為這國家被侵略嘛 對不對 然後發生這個自己人民的死亡 又不查事件 那他覺得心情上很緊繃 那拜登喊了這個 就是說種族滅絕 雖然其實有一點濫用這種濫情 可是也可以理解 可是呢 居然被法國給打臉 然後你現在你又去打臉德國 德國 對 我覺得美國稍微了解 歐洲真正的領導國家 還是法國跟德國 現在是因為在戰爭期間 面對是俄羅斯的這個入侵 所以你看到波羅的海三國 加上波蘭加上烏克蘭 聲音很大 那他也覺得自己站在正義的這一方 是沒錯 因為他是被侵略的 然後也有存亡此寒這種擔心 可是你不要因此讓德國法國 覺得你在跟他的國家利益背道而行 是 那你看到法國已經開始 法國人民開始展現這個力量了 我敢說馬克宏就算這次選上了好了 那下次也不能再選了 那你覺得 勒胖會不會下次再選 一定會 他今天才53歲 他已經選了三次總統 是 第一次沒進到第二輪 這兩次都進了第二輪 對不對 法國會不會慢慢的越來越向右轉 一定會 但當然拜登不關心了 因為那時候他已經不是總統了 但是德國也是役附如此啊 這麼理性的 務實的這個德國 發現到如果你不斷的把他的國家利益 往跟他的這種相反的力量去 方向去走 你在剝奪他的利益 對 那慢慢的大家會覺得 北約不是一個集體安全的體制嗎 現在似乎好像有一點集體霸凌 被誰霸凌 被美國霸凌 是 就是你一定要跟著我 對不對 對 你要跟我一起 所以勒胖說 我不一定退北約 但是呢 我重視安全 但是我要退出那個共同的指揮中心 我覺得指揮中心哪有共同 那只是美國華盛頓在指揮而已啊 大家都很清楚嘛 你看看那個秘書長 他完完全全照華盛頓的這個方式講話 雖然他是挪威人 對 那美國也就是說 透過這種軍事武力 來去把這些小朋友們 包包包包框在一起 然後呢在政治上 宣傳上 經濟上 反中的問題上 你都要跟著我一起 是 那現在來了烏克蘭戰爭 你居然 德國法國發現到 跟他的利益直接衝突 是 我覺得慢慢會 在這個醞釀發酵的 的確 而所以你看 就是現在已經開始有那種 對於烏克蘭不滿的情緒 在德國醞釀者 你看包括 德國在野黨 基民盟黨主席 他就說拒絕國家元首來訪 是一種外交侮辱啊 然後再來看 1.65萬的德國人已經請願 驅逐烏克蘭的駐德大使了 當然很火啊 然後原資 所以呢 那這個 現在 澤倫斯基你要怎麼樣收拾殘局呢 大家德國人更要問的是 你知道我現在的油價是多少嗎 你知道我現在天然氣可能會更加的稀缺 買不到了嗎 你們都要我們配合 結果苦的都是我們小老百姓 我覺得澤倫斯基就是拒絕 德國的總統去可能有兩個原因啊 一個原因是 他覺得德國總統沒有實權 他可能希望總理去 所以他有邀請總理 那第二個理由可能是 他覺得過去 那個德國總統 在當外交部長的時候 有些發言他不滿意 但我覺得 就是如果是第一個原因的話 你覺得你希望總理去 因為總理有實權 你也太現實了吧 我覺得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人家雖然是沒有實權 是虛位 但是還是代表一個國家 就是總統是一個國家的 對外最高的代表 你如果說拒絕總統去 你就是看不起德國嘛 那你再看不起德國的情況之下 你還希望人家總理去支持你 我覺得這 確實是有一點不厚道 而且德國以前 跟俄羅斯的關係是最緊密的 德國的經濟是非常依賴俄羅斯的 那這一次其實德國也有 絕大多 很多狀況也有支持烏克蘭 提供了非常多的武器 而且在制裁上面 其實德國一開始 非常不願意去簽那個禁煤令 所以他一直拖到後面對不對 本來說三個月後來 拖到八月才實施 他很不願意 但是他還是簽了 可是那你就代表說 他還是為了 需要為了烏克蘭 他還是做了一定的犧牲 那你這樣對人家 我覺得真的 當然你是在戰況中 我們是覺得這個 也是希望趕快過去 但是對於支持你的人 你這樣做這種方法 我是覺得也是不妥當 那第二個 說實在 我覺得德國是一個非常務實的國家 他雖然簽了那個禁煤令 但是他並沒有在天然氣跟原油 這部分 他就是要抗拒 就不願意制裁 為什麼 因為德國在天然氣跟原油 這部分是 就非常的依賴俄羅斯 而且現在很多國家 歐羅國家跟美國或北約講說 你可不可以制裁一些 其實真的會讓俄羅斯痛的東西 因為經濟制裁 為什麼會發生經濟制裁 因為我們兩個有經濟往來 這樣制裁才有意義 可是很多國家是制裁的俄羅斯 發現自己受到更大的傷害 那簽那個禁煤令 到底對於俄羅斯制裁多少呢 我看過那個資料 那個歐盟統計 大概一年是 俄羅斯會損失大概一千多億而已 那俄羅斯打光打仗 就打了十幾二十兆 你覺得他會痛嗎 真正痛的是歐洲這些國家嘛 所以人家為了你做這個事 你還這樣子對人家 那我覺得 那德國的人 會不會很願意繼續停下去 也會被懷疑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水神跟病毒 細菌作用之後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